我个人呢是对爱马仕的包袋在市场上的状况相对了解一些 如果是香奈儿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了解 那今天想聊一聊什么呢 就是一款已经停产的包袋 比如说Q克或者R克之前才出现的一些 不管是包款也好 还是像包链这样的东西也好 那我们来聊一聊一个规律吧 我逐渐会发现我们想要在市场上找到 全新的未实用的保存状态的 到现在为止一次没有用过或者全膜都在 那这样的不管是包链也好 还是包袋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推而求其次的话 成色比较好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少见了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全新的 或者是二手成色很好的 这样的经典包袋的时候 都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运气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 那再推而求其次呢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 不太去关注那些 成色非常差的经典包款 比如说黑金的薄金30或者薄金25 但是它成色非常差 已经到了八成以下了 或者是一个薄金35 小袋子的位置已经有干裂裂开 甚至要断裂的这样的状况 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甚至交给我寄卖 也会被我蜿蜒拒绝 所以在尽新成色之下 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 并不是成色更差一些的经典包袋 而是这些经典款式的一些 其他颜色的好成色的包袋 比如说前两天那位客人来到店里 来看这个Shot the Kelly 那它其实并不是只在网络上 看到这一只包 它看到了很多 不管是Shot the Kelly 还是Shot the Birkin 看到了很多价格先不说 那就橙色来说的话 越是经典颜色的包袋 它的橙色就相对来说更差一些 使用感更明显一些 有的时候这种使用感 并不是它很破旧了 而是它已经被盘得很亮了 或者皮革明显 看得出来会变软 像手柄这样的位置 如果对比来看的话 不经常使用的手柄 它的手柄呈现几乎还是雾面 磨砂的质感发雾的这种效果 但是呢这一类的颜色比较好的 它的手柄基本上已经全部被盘亮了 我也不太确定会不会已经有人为的第三方的护理 因为多加了一层颜色的涂层 所以让它变得更亮了 所以呢一来二去我就会发现 其实一些非常少见的包型 比如说Gillies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经手过 马鞍皮拼帆布的这样的一款Gillies 这样的颜色很好看 很好搭 用起来很好看的这样的包 其实在市场上想找到第二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呢 如果想要Gillies的其他颜色的包袋 我们还是相对容易找得到的 同样像挤皮拼马鞍皮的这样的包袋 薄金35啊 我们之前也经手过一个 而且搭配的效果也是非常经典好看 更百搭一些 但是如果想要类似的款又找不到 比如说像马鞍皮这种颜色 34号浅褐色搭配出来的这种泰迪熊的效果 怎么办呢 有可能大家就只能推而求其次去选择红色皮革搭配几皮的这个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很多限量的或者以停产的包款身上 比如说So Black系列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要么就是价格非常非常高 要么就是橙色非常非常差 其实让我们选择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 除非我们运气非常好能够逃到价格也好 橙色也好的 那So Kelly也是一样 在市场上我们好像越来越少见到 比如说大象灰色 吸气灰色或者是石墨灰这样比较经典的颜色 那如果推而求其次的话还是能逃到一些其他颜色的橙色好的So Kelly的 这款包呢我有看到过它的小票啊 当年的小票可能在12年左右吧 12年前后当时是55000多的价格 那如果放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包专柜出品价格也应该在7到8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如果是So Kelly26比较大的包身的话 它的价格有可能会更高 这样的例子还会有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习惯了在二级市场来淘包的话 有可能要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能够淘到一个非常喜欢的 然后价格又比较好的整个橙色 让自己非常满意的这样的包 其实是需要很多的等待 也会需要一点运气的成分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期闲聊 我们明天见 拜拜